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叫做八字 他不是绝对的 很多人很喜欢 就说你的命是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又时常拿奖了 一命二运三风水 所以八字就决定了你一定会怎样 可是各位 我们要知道 你在我们讲八字 好像都觉得八字 定了我们人的一生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就不是 你会说怎么可能 我说就是现在正在发生 现在就在发生 在台湾来讲 这一波疫情起来了以后 很多 行业被迫关门 政府不准你给我营业 这时候被关门的 什么健身房 这一些的 所以很多健身房他不能营业 他不能营业的情况下 他就一直在 损失钱财 好 这时候就来了 这一些 健身房的老板 难道财运都很烂吗 没有的 有些财运很好 可是呢 政府的规定 就是让他不能营业 他不能营业 他还是要付 房租 他还是要付水电 他还是要付薪资 各位 这就是什么 个人的八字 屈就在环境之下 所以环境是会改变八字的发展方向 我常常举一个例子 同样的八字 他的出生环境不一样 自然就会影响 这两个 一样八字的人 可是他们的想法会不一样 他是一个出生以后 他是一个富裕家里 然后他的父母亲 就是一个经商很成功的人 就是教育他儿子 以后好好的读书 然后跟老爸来做生意 不要去工作什么的 很有可能 他就接下老爸来衣钵 就去做生意了 可是另外一个 同样的八字 他的父母亲很穷 他父母亲就好好读书 考个公家机关 不要跟你爸妈一样 结果他可能 他跑去考公家机关 可是他们两个 八字一模一样 走的路线却完全不一样 那怎么会这样 因为环境 他身处的环境 是不一样的 身处的环境不一样的情况下 那自然而然他 的方向就会改变 八字并不是呢 放诸四海接准 因为每一个国家 都有他的民族性 像我有一个客人 他住在德国 他住德国 他本身是食伤型的 他食伤 型的来讲的话 他其实做业务非常非常厉害 那结果呢 他的业绩 假如以台湾来讲的话 是超级业务员 但是他在德国 却被打为不合格的业务员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不合格呢 他的业绩在台湾是超级业务员 各位民族性不一样 他的主管看到他业绩这么好 就跟他讲 你这样子不对哦 你完全不照公司的SOP来走 你都照你自己的方式来走 这样子 不行的 结果呢 他就照着他的主管的方式 SOP 公司的SOP的时候 他住不到业绩 他住不到业绩 各位 为什么 怎么会这样呢 对不对 因为食伤嘛 他不是照着程序总 所以各位 到最后 被人家打成了 不合格的业务员 明明业绩做得很好 还是被人家嫌 过完自己到最后开个店 他服务快速 服务非常快速哦 结果客人说 你那么快干嘛 你那么快干嘛 反而呢 客人还得要嫌他 为什么 因为德国的民族性 就是照规则来 照步骤来嘛 你干嘛 要破坏规则呢 你干嘛 那么急干嘛 各位这就是什么 环境不同 同样的 八字在那边的方向 他就必须要适应 他们的这一个民族性 所以很多人就说 你干脆就回来台湾啊 回来台湾 那你一定是非常好的啊 你为什么要在那里呢 所以各位哦 你看这就是什么 同样的八字 在台湾非常好的 可是到了德国 伸展不开 就是因为环境 改变了 这个八字的一个发展情况 他当然还是一样可以用食伤 可是他必须要慢一点 去符合他们的民族性 要符合民族性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 难道八字放租四海接准吗 那当然不是 你会因为他的环境 人文的不同 而要做相当的一个改变 要做相当的一个改变 所以各位 不要 以为在你的国家怎么做 在别的国家都一样 没有 所以在你的国家可能某一些 八字非常是吃香的 可是这些八字 假如用到别的地方的时候 有不见得 因为民族性不一样 环境不一样 所以 我们常常讲说环境会改变一个 八字的一个发展方向 所以呢 各位 这就是啊 为什么相同八字会有不同命 因为 环境 大家所处的都不一样 他所导致的 那再来 我们平常在批八字都很准 可是呢 一旦碰到大环境的 不正常 例如像台湾这一波疫情开始在发烧了 政府开始强制下令戴口罩 某些商家不能营业 各位 这些都是什么 大环境不正常的情况下 好了 我八字很好 对对 我八字很好 我官运很好 我们要碰到了 健身房不能营业 他趴了我这一个健身房老师 我要怎么办啊 我要怎么办啊 我怎么工作啊 各位 这就是什么 环境 造成的 不正常的环境下 你的八字再怎么好 都没有办法 你的环境 所以说啊 八字 能够正常发挥的情况下是 先决条件是 这个环境是要正常的 这个环境是要正常的 所以各位 那要是在怎样的情况下 他才比较好 例如像 太平盛世 一般人的八字 就会比较顺从的 你自己的八字去走 因为太平盛世就是安居乐月 但是你只要是战乱 你那八字有屁用吗 一个飞弹过来 砰~~ 对不对 各位 管你什么八字 该走了就走了 所以 各位 这个就是 我们要去 祈福的一个地方 雅八姐 当你学了一个八字 不是八字天下无敌 什么都算得出来 原来八字这么不堪欲击 他必须在一个 平稳的环境当中 他才能够走的 你自己的运程才能走的比较好 遇到战乱这些的 基本上什么什么好八字都没有用 所以要去珍惜 我说真的要去珍惜 我们现在的这一种生活 还可以算八字 就表示我们的生活环境 我们的环境还不到战乱那一种情况 只要一旦乱七八糟的时候 各位 就像 一旦爆发了这个疫情 全部世界的都给你讲 给我躲在家里 给我躲在家里 甚至封城的 各位 你的八字有什么屁用 就照个规矩走而已 就没有什么 没有屁用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 就是说 其实八字 并没有像大家所传的 那么厉害 多厉害 他不过是在一个平稳的环境下 你会有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运势的一个曲线 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他并不代表你的命 他不代表你的命 甚至在某一些情况下的时候 他根本都不值得一谈 所以当你了解这一些的时候 对于八字 你就不会在那边很 斤斤计较说 我是什么乞丐运好烂哦 不会 你反而会看一下 在正常环境里面 我的运哪边是好的 哪边是不好的 那我朝哪里去努力 那不好的运 那我就 就防守嘛 了不了解 我就不要去冲刺嘛 甚至不要去碰嘛 那就比较不会出事 当你呢 了解了八字的时候 就不会再是庶命论 所以五行派来讲 五行派是 你五行派的老师基本上不会庶命 因为他们都是 以运 运程为主要依据的时候 那同样的运程碰到了 该怎么做 这都是五行派老师 他们的想法 所以一般来说 五行派的老师不会很庶命 那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